大河海的巡演即将在重庆落下为母子时刻 我的心情是不舍的 就是希望用这个巡演还想再询五百年的感觉 有遗憾我觉得就是希望跟更多城市的 贝壳们一起唱中国风泡湾的部分 然后一起唱该下歌的部分 就是发现好多想做的 然后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年轻人喜欢上我们 调调的舞蹈满 关于国风舞台 我从一开始很早就开始尝试 我从2016年到2015年就开始尝试 就怎么把这个国风乐器啊 然后在歌曲里做融合 然后就一直是我讲的那个就是结构再重组吧 套入中国乐器 然后再重组到一起 看看能不能产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 至于是三面谈也好还是四面谈也好 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 我觉得就是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最好的观赏体验 可能是我最最大的诉求 我觉得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极致的这样的舞台 我觉得是谁很开心的能够站在这边 就这么说 看过来 我是特定的 我就是 我也是第一次带这么多人的团队 我们要钱有钱 要尊重有尊重 这不是很好吗 我觉得谁很开心啊 能够参与到付出一支 这个有意义的作品里面 担任这个主演 但是我觉得这个成绩 我觉得好像属于所有的 就是为支付出努力的人 那对于我来讲的 也不要因为这个成绩 会去形成一种枷锁了 我觉得还是要去找到人物 跟自己的链接 去选择好的项目 然后去表现好 每一个能够把握好的角色 成为演员以后 因为我的生活的经历 跟阅历不够的情况下 我需要一些素材 因为我们的艺术来源于生活 所以我们就需要来源 去找出一些这种营养 根上的养分 所以我就是正好 通过这样的机会去感受一下 大家的日常生活状态 也为我演戏的道路上 提供一些素材 张江帅 张江帅 在这里 这个名 我以前的名字 我们男人帮之间的友情 就是简单纯粹极致 也希望可以未来还有机会 可以带来重聚吧 带来一个精彩的节目 或者是电影啊什么的 都可以 我觉得 电影其实可以聚一聚 我觉得还是这个过程充满了刺激惊险以及开心 然后欢乐吧 当然比方说我特别热爱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你在做什么事 你也不知道可能时间已经过了十年 就是当你看到镜子里面这张脸的时候 你都不敢相信 但是你还保持这个17岁 刚刚从这个士大夫中踏出巷门 迈入社会的 那个时候那种心态的时候 就觉得也还挺奇妙的 所以你让我选一个颜色 我可能选不大出来 我觉得是五颜六色的吧 我还要风向 我还要力量 所以我答对 这些后的新 EP是什么风格 是随性风格 我个人最喜欢 EP里的是 Purple和那个Breath Rice也很喜欢 但是Rice那首歌有点悲 其实这个歌 他说这句话的前提 其实是在每一次开始之前 我们的粉丝经常会跟我说 说这个梦想很珍贵 在努力特别酷 要双面的看 也不能努力过头啊什么 我觉得努力这事不酷 所以我希望用这种歌的这种形式 和以及我跟大家对话这个形式 我说我还有空情 我还有力量 所以我告诉他们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因为那个就是我啊 张一新 更多资讯 近代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对吗 好吗 好吗